與外公開心合照 如今卻都成了回憶 馬如荣更是痛心 因為這孫子在他眼中 又乖又聽話 只是這短短幾秒鐘的車禍畫面 讓媽媽無法接受 重新看監視器 18日當天接近9點 黃線騎士發生意外 司機待在車上1分鐘 才下車打電話 大概7分鐘後 警車到場處理 在9點25分 救護車才到場 但被質疑為何拖這麼久 是否有延誤就醫的問題 那因為救護車的部分 就是消防局這邊派遣 那時間因為是從別的區域 調過來的救護車 所以說在時間上 有稍微慢一些 所以整個交通事故的狀況 非常的完整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程度的部分 我們就沒有可以做出 孩子留下的安全帽 全程的碎片 如今找不到真相 母親的心更是碎了滿地 我只想知道我兒子 到底何時幾點幾分走的 就這樣子很單純 記得來關章 台南報導